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开始你的表演吧 因为爱情 不会请你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意义 我刚刚已经快 真的是快泪眼朦胧 她的声音有一种情怀 那个东西是很难得 奶奶选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首歌呢 我也想弹给我们先生听一听 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 您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先生呢 他是最大的一个教授 年轻的时候 他长得挺帅的 认识了没几个月 两个多月大概就结婚吧 闪婚 那是几几年的事 六八年的事 你一定觉得那三十几年 很幸福吧 是的 他也很关心我 总是要把我东西都一样样整理 很仔细的 也可能他会拉拉二胡 我们会吹吹口气 礼拜天出去 自行车去到西湖边 去看看花 看看西湖边当当 我觉得好美哦 给阿姨一点鼓励好不好 一个六十几岁的女性 在这里表达她的爱 那您先生今天来了吗 她已经过世六年了 不好意思 阿姨现在虽然带着笑容 但是说这个歌是要再给天国的先生唱的 对 我们一共生活了三十七年 她很喜欢我带丝巾的样子 所以说她每年都会送我丝巾 第一块丝巾的是我们在西湖边 坐在那个湖边那个凳子上 靠北的湖边的灯 每年看那个西湖游穿 来去来去啊 她送了我这么一块丝巾 对 你现在脖子上就是她送的吗 对 所以她今天也陪着你 对 我希望她在天堂能听到我的歌声 我现在觉得你可以用微笑说这话真的很难 一开始我很伤心很难过 一直感到很孤独 那所以呢我去学了吉他 每年去扫墨的时候都会为她唱这首歌 那奶奶 您能不能现在再为我们唱一次这首歌 在唱无处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涯 你让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哪个地方 你让还有人在哪里游荡 让男人忘 好 很不容易 我觉得人到一个年龄都忘记爱情了 可是她依然在唱着那个最初的爱情 我相信你心里有很多话想跟她说 老青你听到了吗 我在最好的上海音乐厅为你演这一切 过去我们没有唱过的音乐爱情 书军 阿姨其实你 你并不知道你抱着一把吉他 这个画面有多动人 我心里面其实有个想法 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倒是蛮愿意帮您弹吉他 我来伴奏让您唱您的那些歌曲 谢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之歌是特别动人的 我想说 yes 小姨 谢谢你让我回忆起爱情的美好 到什么年龄都应该记忆这份美 所以我也要给你yes 为您的执着 我要给你yes 谢谢阿姨 恭喜你 老青你听到了吗 我一直希望你能为我高兴 看到我这么幸福快乐 你一定也很快乐 谢谢阿姨